你们看这只蹄子 已经超级软糯 超级烂了 今天是一期宵夜局 我们在五河这边找到了一家 24小时营业的川味沙锅春串香 走吧 起司炒不好吃 这个到了 等一下 听一下他们门口这个语音播报 是不是有点搞笑 不穿九招歌 来到都十点了 哇 这一片全部都是他们旋串的地方 好大 这里全场荤素都是九毛一千 荤素一个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肯定要狂馅肉 这些全是牛肉的品类 上面这几样都是我喜欢的 它香菜牛肉居然是一根铅的 你们懂吗 很多地方它说那个串串是一块钱一串 但是像这种牛肉类的 它就是两根铅 给你搞一串 后面有个小朋友一直在偷看我 你为什么要偷看我啊 那牛肉看的也挺新鲜的 还有金针菇牛肉啦 十三香牛肉 柔和牛肉 来点肉菜吧 毛肚要来一份 腰片看起来也不错 来一份 千层肚也要 配盘我们就全选的牛肉 它这边就是一些菌肝之类的 素菜象征性的拿了一点 我们今天四个人这个宵夜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丰盛 这是我们点了一个西瓜水冰 这个叫冰爽鸭肠 换味的腊鲁猪蹄 锅一开 先涮点牛肉串 再加多点嘛 瞧瞧我们第一轮直接就涮了这么多牛肉 先搞一把啥都有的 其实这一把我也不知道有啥 有点牛肉串串盲盒的感觉了 炮椒牛肉 好爽 刺激 四百下去那个泡椒酸酸辣的味道 直接不在你嘴里爆开 这个是钢豆牛肉 就是这种酸豆饺 这应该是香菜的吧 酷炎 副底还行 蛮香的 就是那种川味牛油的锅点 就我们今天这一桌 有个广东人 总我们点的是微辣 四点多 四点多吃 怎么看我太胜了 那牛肉真的不错 吃得出是那种鲜牛肉 基本上你在锅里烫个30秒 它变刺你就可以吃了 再来一点 这里全是香菜的 香菜牛肉好甜 真的好过瘾 这店我估计以后 宵夜我会经常来 24小时的春春点很小 吃两个西瓜球解解辣 我想试一下那个腊鲁的那个金钱肚 腊鲁金钱肚 还有这个腊鲁的鸡爪子 这些涮锅子感觉会更好吃 不足也一起煮了 这时候我们点那个腊鲁的金钱肚 在锅里涮了一下 好脆 很脆爽有嚼劲 涮一点 千层肚 来吧 我超爱的千层肚 肚度也来一点 是应该熟了吧 哎呀 今天都忘记吃这个小工举了呀 哎呦 不好意思 牛肉蒜好咯 来吧 我爱的回牛 笑一下真的过瘾 这个小猫奶茶是不是超级可爱 我们还点了个草莓冰沙 你们看这个颜值怎么样 忍多就是好 第一次这么豪迈的竹串串 这个锅底越煮越辣 喝口这个 解辣 分数搭配好吃不类 看这个猪蹄子感觉已经超级糯了 我们看这个猪蹄子 哇 咖喱就掉了 好吃好吃 真的好吃 已经超级软糯 超级烂了 真是超级 它这个应该是先红烧了一下 然后再卤着 超香 我直接一个人炫完一个 在锅子里煮了之后 又麻又辣又糯 超爽 天呐 这个烧鱼好顶 我不敢说我们吃了多少串 我觉得至少有个两三百串了 它锅底味道是不错 它那些牛肉串什么的 我觉得品质也OK 这压比是真的挺高的 重点是24小时营业 真的很适合我们这种宵夜的 那我们本期的分享 影片到这里了 我们再见 拜拜